好 今天的最新情報戰 繼續鎖定本週的金曲獎 今天要看到的是最佳新人獎 也就是每位歌手一生 只有一次的獎項 今年七搶一的局面 一共是七位歌手 首先要帶你看到的是 能演也能唱的鳳小月 我是這家 放我情依鳳姐 好 今天是鳳小月 她接觸吉他有20年的時間 這一次之所以想要做專輯 就是因為她在幾年前 跟魏如軒在音樂上有接觸 而這一次她對於入圍 其實她滿淡定的 坦白講 不過她在這一次的專輯當中 集結了瑪莎 陳建奇等等的音樂人 她說自己真的是拼了命 在做這一次的作品 此外我們再繼續看到的是 今年23歲的王Aden 她擅長的是R&B的曲風 她從高中開始 就自己玩一些混音 製作等等的 她在四年前 年紀當時還很輕 她就接下了品牌的主題曲 此外她就陸續跟OZIA 剃道長Kimberly等等的音樂人合作 開始逐漸佔露頭角 我們剛提到了Kimberly陳芳宇沒錯 那麼其實現在要來看到的是 Kimberly她的師妹Jocelyn940 其實她今年就有聊過說 她曾經拿蔡依林當偶像 不過她為了圓這個新夢 曾經跟家人有過所謂的家庭抗戰 後來妥協 確定跟家人談到就是說 要真的畢業了才可以發作品 所以這一次的專輯她等了三年的時間 不過現在在網路上的流量確實也還不錯 不過說到等待 等更久的人 就是我旁邊的徐偉翔 徐偉翔今年31歲了 其實她大概在10年前 她就已經開始陸續參加各大的音樂歌唱節目 那麼其實在台灣的 大陸的她都比過 不過她一直到最近的一首歌 去哪一首作品 我們到底算什麼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因為她在串流上打得非常的紅 而且成績很不錯 現在她的小型巡演也是一場場接著開 好 接著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布農族女孩馬克夫 真愛 其實她在高中的時候 老師就發現了她的好歌喉 因此推薦給了歌手阿爆 她這一次的專輯當中 大玩了Hip Hop 電子等等元素 一共入圍了五個獎項 那麼此外一共一樣是在今年入圍了五個獎的是歌手正品 她這一次推出了台語作品 同時間除了入圍新人之外 也入圍了最佳台語男歌手 要跟許富凱 蘇明淵等人一起來攪除 而且她也是這兩位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歌手 他們眼中的大黑馬 好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歌手周序 其實她從讀書時期 從建中一路到台大電機 到現在一路要走上了金曲獎 雖然說她這條路跟大家所想的 有一點點不大一樣 不過好在家人是非常的支持她 她也提到了她因為創作 整個人變得感性 變得有更多豐富的情感 好 這個被大家稱作是 最難拿的金曲獎項之一 你自己心中的最佳新人是誰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追星情報程 影視男神鳳小月去年推出首張創作專輯 就獲得本節金曲獎最佳信任提名 很振奮人心啊 你不覺得嗎 就是不管什麼年紀出來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就是肯做 你就是 然後畢竟你好好做的話 大家就是會看見 36歲的鳳小月 從小只展現了音樂天賦 高中時還曾組團 並拿下熱門音樂大賽的最佳吉他手獎 我以前20歲出頭的時候 也有一些唱片邀約 但是音樂對我來說 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然後 我有一部分的我不想 不希望他在我還沒有成熟之前 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直到我自己真的有自信 可以去好好說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花了我一點點時間 有時候其實是蠻需要勇氣的 就是不怕任何人的批判 然後不怕任何人的 對 給予你的限制 然後你可以去做一件真的 為自己做一件開心的事情 在心中 醞釀許久的音樂夢 終於等到時機成熟 這心境苦熬十年 在發片的徐偉祥也很懂 到月球的寧靜海走一走 因為我就是其實就是一個 很愛唱歌的人 很專心跟唱歌的人的個性 所以我就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 建構我整個在可能我想要去 從事音樂這一塊的一些樣子吧 能夠被大家看到的那時候 就是相對是比賽 從第三屆華人星光大到亞軍 到中國好聲音 謝霆鋒站隊的前四強 在比賽中累積的深厚的演唱實力 但在發片前 那段起伏不定的生活 讓他得了憂鬱症 還一度想放棄音樂 唱歌對我來講 他是在 我在執行一個自我療癒的一個動作 就是我以前是會把 就是我可以為了音樂去做些什麼 但我覺得那樣其實不太健康 因為我一直在挑剔我自己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問我 他說你真的可以放棄 就是為什麼你不堅持 我說因為我有 可以放棄的決心跟能力 我才有辦法再一次的去堅持他 再一次的去體驗他 因為我跟他的關係變成平等 最終找到和音樂和諧共處的頻率 而和徐韋翔一樣 最初是透過選秀比賽受到關注的 還有24歲RMB創作歌手 Jocelyn 940 我幼稚園好像就滿熱衷於表演 我覺得家人支持我有這個興趣 所以從小栽培什麼學樂器 但那時候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很怕我又是三分鐘熱度 因為我有點對於人生的其他事物 都有一點這樣子的傾向 一開始想走音樂錄的想法 並沒有獲得家人認同 順著父母的期待 申請上美國波士頓大學 因為疫情返台 參加比賽 認識的音樂製作人 才得到圓夢的機會 圍繞著千禧世代 在這個階段會碰到的一些煩惱 我自己就是2000年生 然後剛好這幾年是 我覺得是2000寶寶 會開始面臨人生一個不同的關卡 因為大學畢業了 所以這張EP寫了滿多 不同方向的音樂 從小熱愛音樂的千禧寶寶 還有王A等 透過網路學編曲技巧 首張全製作創作專輯 Be a lover 收錄了近兩年的個人作品 其中成名曲響了你六次 在網上觀看次數突破千萬 同樣是演唱 編奏 製作一首包辦 台大電機畢業的周序 歌聲乾淨後暖 其實我從小到大 聽音樂都很喜歡分析它的內容 就是說這個樂器在做什麼 那個樂器在做什麼 後來發現這個好像不是所有人 會喜歡 習慣做的事情 所以發現我對音樂的分析能力 然後跟編曲能力都從小 就其實就在培養 我風格就是柔和我 全部最愛的風格 然後做成一個自己的樣子 就是什麼都有 然後很帶有個性的一種 然後的一種算獨立流行音樂 然後我會這樣子定義自己的類型 我也是覺得我自己有 我要對自己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它以後會流行 另外活躍於獨立樂團圈的鄭皮 則推出台語權創作專輯 想藉著甘丹吉顧維 讓大家認識它 本屆年紀最小的新人入圍者 今年二十歲的布隆尼女孩 Markov真愛 結合族語 中文 英文唱作 唱出年輕女孩對生活的期待 其為樂團中 斬鬥頭角的新秀歌曲特色 也藉著助圍讓好聲音 被更多人聽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